派者一起待發聲 我們要對 NONO陳軒鈺先生提出 性騷 性侵 性侵未遂 強制猥褻 性侵未成年少女等等罪名 你們目前大概累積了幾個人的事證 然後我們要一起集體出送嗎 我們會由我先開始 然後到時候用傳喚的方式 一位一位借力棒的過來進行提告 目前就是像昨天懶人包一樣二十位嗎 目前因為昨天最後一次發聲過後 人數已經超過二十位了 算該是多少 現在目前收到的應該是 快要二十五個了吧 在當中有沒有什麼犯行事 你覺得真的是非常可惡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每一個都超級可惡 超級可怕 因為我在讀著這些受害者的故事的同時 我同時也會想到自己的事 可是因為我必須要確認比較多的事情 所以我必須要不斷地問他們問題 等於我又一直不知 一直不斷地挖他們的傷疤 我自己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在問他們的同時 我也會跟他們道歉 因為我覺得這是很不堪很痛苦的一個回憶 因為很多人甚至是沒有跟自己的家人講過 沒有跟自己的朋友講過 沒有跟任何人講過 就很想一輩子忘記這些事情 把它帶進棺材裡 可是因為這一次的發生 老實說我沒想到回想會這麼大 我自己也被嚇到了 而且當我那時候我記得 我在6月20號的凌晨發文 我是凌晨1點才發文的 當時我因為聲援第一位Amber 因為NONO 陳軒韻說不認識他 我為了想要證實這件事 所以我是在19號的晚上10點已經打好了 然後我會發抖 我會害怕 然後11點 12點我還是不敢發送 因為那時候我看見他還在線上 因為他也沒有封鎖我 我也沒有封鎖他 我看他一直在線上 然後他一直在線上我很害怕 我害怕我發出之後 他會不會知道我在講他 然後我一點終於鼓勤 我接暗了之後 結果隔天就受到 非常多的質疑跟迴響 那後來其實我每一次 像隔天就接著緊急開記者會 是因為已經有很多受害者 因為我發生之後 其實很多人都埋在心裡就不敢講 因為我發生之後 他們就講出來私訊我 我的私訊也爆炸 所以我才發現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必須要正式的問題 就他已經不單單是 Amber或我 就不是我而已 是我們 因為這是我覺得整個台灣整個社會的問題 因為一定也會有同樣的人現在正在實施這種事情 那當我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也是上去看他有沒有在線上 結果他也是在線上 然後當最近我就開始沉默了 因為網路上很多的酸民很多的謾罵 都是一直針對受害者的 其實我不懂為什麼 可是他們就是一直針對我 我被網爆 我被恐嚇、威脅 然後甚至要我不要再講話了 就是叫我閉嘴 然後一直受到不斷的騷擾 然後又有人傳訊息說 聽說你給NONO幹是不用錢的 那我可以幹你嗎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害怕 雖然說我每次好像站出來都好像很勇敢 其實我一點都不勇敢 我覺得最勇敢的就是這些受害者 這些女生 因為他們沒有跟任何人講過 他們肯把這件事第一個講的就是我 沒有人知道 所以他們給我好多好多的鼓勵 那當初我們只想要一個簡單的道歉而已 就沒想到NONO陳宣譽 他沒有想要承認這件事 他沒有想要承認他自己做過所有的事情 所以今天才會走到這一步 不然大家也原本真的只想要一個道歉 就是因為他不承認 所以開始很多的受害者聯合我起來 他們就是傳訊息說 他真的太可惡了 我們能不能送他去關 我們能不能不要讓他再出現了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才開始聯合起來決定 打這一場 大家都覺得我們不會贏的戰 可是就雖然大家都覺得我們不會贏 我覺得我還是要站出來 因為我這幾天 一直在回想以前的事情 時間已經過太久 所以很多細節是沒辦法很準確地說出來 可是我可以感受到當時的害怕 當時的發抖 當時的恐懼 太害怕了 因為一個我從南部來的小孩 剛上來我什麼都不知道 以前不會知道 藝人是可以決定 能不能繼續上節目還是不行 然後可是當一些大哥 對你做很多邀約 你很害怕 你不恢復 好像又對大哥沒禮貌 以前的演藝圈或是以前的那種方式是 有點偏向這樣的 所以最後才會出現這麼多人 也開始跟著發生me too這件事 那我覺得me too這件事真的是 如果沒有me too 如果沒有人質疑第一位發生者 Amber的話 我是真的這輩子也不會有人知道 你們也不會知道 好 我們看到小洪老師是勇敢站出來 前往北檢提告 針對藝人NONO至少犯下超過對25人的性騷 甚至是性侵的事件 他是勇敢提高 表示說雖然時間已經過去 但是他們的害怕依舊沒有減少 他知道自己再打一場 不太可能會贏的仗 但是還是要勇敢說出來